那看到总统赖清德一早发表了厂听谈话 确定对于国会改革要提起视线 他说呢不是反对国会改革而是反对扩权 国民党立委洪梦凯就痛批民进党就是想要 国会大现场更多内容交给陈佑 国会大现场我们这里邀请到了国民党团书记长洪梦凯来到了现场 委员早安 是大家早安大好 所以我们来看到今天赖清德确定来针对这个国会改革提出了视线 还有暂时处分 但是他在这里头特别提到这一次的国会改革叫做混淆权力分立 同时他说他不反对国会改革 但是他反对国会扩权 直接把国会改革贴标叫做扩权 所以我觉得这是没有办法接受的一个事实 凭什么你们之前坚持的改革叫改革 而现在国民党民众党来推出的版本就叫扩权 这所有道理都是你在讲 可不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一次通过的很多条文 都是当时民进党在野时候的版本好吗 一个字几乎都没有动 因为尤其是在这一次的版本里面44条有几条是 我们认为民进党团的版本提出来 这一次再修正东一民进党的版本更好的 我们把它纳进来总共有12条 44条里面有12条高达差不多快三分之一的这个比例是民进党团的版本 结果你现在跟我们讲是说这个扩权 那我们不就自打嘴巴承认说民进党团提出来版本扩权吗 所以真的不需要这个样子 不过拉回来我觉得今天赖清德总统的一个谈话 其实只有一个重点什么重点 就当然他提出来说他要送四线以外 一个重点就是他不要进国会来做国情报告 我们先说之前5月17号立法院内部国民民进党团发动九波大冲突的时候 我们当时又问时任的赖清德 现任的赖清德党主席 我们说民进党党主席赖清德 这难道冲突暴力肢体破坏 这是你下令的吗 你要求的吗 你想看到的吗 当时我们请赖清德主席出面 神隐不出面 5月底的时候行政院提出来的复议案 否决立法院送出来通过的这个条文 结果这是院与院的一个纷争 院与院之间的一个争议 我们当时也问 身为国家元首的赖清德总统 院与院之间的争议 应该是你总统有责任以及权力能够来调解 当时请赖清德总统来出面 赖清德总统神隐不出面 直到现在了已经完全通过 也否决了复议案之后 他才出面 那出面呢 只有一个理由就是说 我不想要来国会依照法令规定的 三读通过的 今天公告的 我不会来国会来做国情报告 等到视线结束 什么时候我们法令有赋予说 一定要等到视线结束 更何况现在三读通过 复议案也完成了 并且总统今天来做公告 这就是一个正式的法令 任何人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不管是你是总统还是犯夫走足 只要你是中华民国国民 当然都应该要遵守中华民国相关的法令 不是吗 所以你现在是公然的跟法令来做调性 而且更重要 我们就说上个礼拜才看到赖清德总统 没有任何法源依据 就成立了三大委员会 什么永续气候变迁委员会 健康台湾委员会以及相关社会防卫委员会 我们就说这三大委员会难道现在没有主管机关吗 有啊 环境部不就是气候变迁的主管机关吗 国防部跟内政部不就是社会安全的主管机关吗 以及这个卫福部不就是健康台湾的主管机关吗 明明就已经有了 主管机关有你跌床嫁屋 行政院有办公室 你也要再成立也跌床嫁屋 现在三大委员会在那边那召集者是谁 是赖清德总统 可是你有权利但没有责任 你不用进来立法院来做国情报告 你不用受到监督 这样子难道就是你心目中的太上行政院长 太上总统吗 所以我们真的奉劝 不要再跟过去的自己打脸 跟过去的自己唱反调了 好好思考一下在野的时候 民进党是怎么主张的吧 对确实这三大委员会就有这个总统 可能扩权也进入到行政权的议律 那这部分难道也要让在野党去提起释线吗 这个释线就已经打不完了 以及这个赖清德 他就说他这个释线前都不进到这个立法院 那看起来就是 我觉得民进党就跟你们斗到底嘛 他就是一定要玩到一个游戏规则 是民进党绝对要赢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吗 这就是民进党想要的 就是现在行政司法考试监察 都已经掌握在民进党的手中 而唯有立法院 国民党团现在是脆弱的多数 还没有被民进党给掌握 也因此现在无所不用其极 就是不遵守否决复议立法院 所通过的三读的法令版本 而要走视线 视线大家也讲说 是不是大法官都是民进党的人 也因此他们有恃无恐求援兼裁判 我先不预设 可是更重要的是 现在不是也看到民进党在遍地烽火 遍地开花吗 想的是什么 其实完全没有任何的正当性 这个各地委员的罢免 完全没有任何正当性 但是想的就是说他希望是 用冰斗的方式重新选举 能够看有没有哪几席是 关键少数选区能够由蓝转绿 把它给转过来 这就是现在民进党的阳谋不是吗 所以他们还是想要把国会 变成是他们相对多数的情况下 他们就可以如同过去巴尼 一党独大一党专制 想过什么法案就过什么法案 莱猪进来 这个核石进来 什么他们想要过的 全部都可以来通过 这就是现在民进党想要玩的策略 所以我们真的还是奉劝 2024年已经新国会新民意了 而为什么过去8年执政完之后 现在2024年居然只有4成的民众 支持民进党继续执政 高达6成的民众反对民进党继续执政 其实就看得非常清楚 国人真的对于民进党现在执政已经是不抱希望 但如果他们现在还想要 逆行道师啊 道行逆师啊 真的只会让国人更看不下去 这一点请现在掌握执政权力的执政者 真的要谦卑的面对民意 是的 好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委员的满贵时间 谢谢 好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整个看起来就民进党 真的就是大家口中所谓的绿色巨婴 为什么会说是巨婴 小孩子在玩游戏 他们最大的目标是什么 就是一定要赢 那现在民进党就变成巨婴嘛 大家都小孩子 他们面对到什么样子的法案 就是所有的意思都按照我民进党的意思 所以只要不合我意 我就躺在地上哭闹 然后呢我就硬要再跟你搞复议案 复议案没过 我继续找大法官 然后呢 所以现在吴宗宪就说 如果这个大法官受到政治力介入的话 那恐怕大法官就会宣布部分的条文违宪 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呢 因为有部分的国会改革的条文 是民进党提出来的 那么大法官如果再遭受到政治力介入的情况之下 他怎么会去判定民进党的条文违宪呢 所以一定是其他的 可能是蓝白提出来了 大法官都把他认定违宪 那这个部分呢 也就是吴宗宪现在的最新的这样的一个说法 是我们这一集的国会最新 欢迎购618狂欢年中庆 全场惊喜等你来拿 手机挂绳只有一条怎么够 Keep fighting超宽版减压手机挂绳热销款 Live活力放送款百搭荣耀款期间限定 1加1超值优惠组 任两条立刻减100元 让你任何场合都能够自由搭配 全场消费满天就送白 最高回馈10%另外不限金额 消费就能够以100元加购中天文创经典商品 618狂欢节一起来快点购 线上欢庆享受绝佳的购物体验吧